渔民指出舒迪勒台风灾准申请时间为8月11日至21日 只有10天的期限 但山谷里长黄先立 龙山里长王文才和十分里长张水晶 率进200位渔民到议会陈情抗议 他们说8月13日跟渔民一起到七谷区公所询问 但区公所以愉悦受损不受理及养殖文革不再补助单向 而且区公所交给里长的广播文稿也只提到农业 没有提到农业业害得许多养殖户以为不能申请而错过申请期限 七谷1430户养殖户竟然只有298户获得补助 其中养殖文革才55户相当不合理 我们的保祖只要有卡到我们农业农民所建造的 包括拥地豪 包括飼肋豪 包括我们 捅鹤 捅蚧 ン 捅鰻 捅鱼 尤其是我们旧班都在所强 trong的 所以 мож 有不农水 都会给予補 现在 tới批地协 På这的人 我們公所要你了解一下 你看你所出來的部分 根本就沒有負荷 而且我們還有很多 幾位在領域的秘密 領域又靠電話進去 結果你們說不可以報 結果有摸摸一個人 他們的蛤蟆就有辦法報 在這裡我再補充一下 我們全部去古屋 我們有經文的 有定期的 有合法定期的 都總有一千四百三十戶 我們所有的鄉親 這都讓他們孫子有夠多 他們都領不到 對於這件事情 不是很清楚的七谷區長 莊明豪表示 漁業養殖業不比農業 果樹只要落果就是天災農損 但對於漁業文革台風農損補助 農委會只給10天內的期限申報 在農委會宣布補助天然農損後 就開始向農民宣傳農損的補償補 補助辦法 但中央並沒有寫到農林漁木 其中現今救助項目額度就寫得相當清楚 申請補助的方法及宣導 七谷區公所都有轉發給23位里長協助廣播公告 你的農委會公布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 是你的8月11核 8月11核 所以我8月11核那天的時候 我就已經受到傳真 就是說 已經台南地區 已經列入 這一個現今救助的一個 台南地區已經列入現今救助的一個區域 所以說我們8月11核開始 跟11核這10天時間 我就收入農業天然災害救助的一個補助 這個公務人當中這個公告非常明確 農委會這個公告當中 就是說現今補助的韓國和雅度是什麼 有副表 這個副表 就是說農業這是中央的用意 他根本就沒什麼農林漁木 從這裡看出來就是他的副表當中 可以了解到現今救助的項目和額度 可以說是非常的清楚 就是包括的農林漁木 我們的漁業每說近項順 可以補助多少的金額都非常清楚 而且補助的對象 還有新簽的作業的程序和期限 我們都在收到農業局的公文 以後我們就專返23里的里長 23里長來協助廣播 跟我們理工資 協助廣播跟公告 可能是有些民眾 可能了解說農業 農業 農業 其實這不是公所的全職 這個名稱 跟公所無關 跟政府也無關 這是規定的問題 統稱叫農業 農業就包括農林漁木 這有公告的內容都寫得非常清楚 所以這次我們這10天來 我們所有的新報 我們的漁民 由八月十三號 六六熟熟 都有漁民來做這個新報 所以說 陸陸續續再發生 漁民有這個分流 天上有那個孫海的情形 陸陸續續希望 基本就沒辦法你10天來報的 這個問題 不是我剛才說過 不是說十幾千 他回去就看到有 漁民在跟七谷區公所課長 李幹事承辦人員對職 場面相當火爆 但七谷區長鐘明豪認為 區公所公告作業沒有輸失 是中央給予補助申報期限 10天太短造成的 漁民跟區公所雙方堅持不下 最後由市議員蔡秋然決議 受理七谷區漁民的陳情書後 由市議會依照正常程序 向中央爭取補助 還要向農委會申訴10天內的 申請期限太短 希望能夠延長申請日期 避免再發生漁民受害 又求助無門的窘境 記者黃俊淮 台南報導